伦敦奥运会 中国羽毛球队完成了五金满贯的奥运奇迹 而支掌国语20年 李永波这位个性教头又对中国羽毛球有何点评呢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掌烧国家队 93年您接手羽毛球队的时候 正好是羽毛球队可以说是最低谷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您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队伍最缺少的是凝聚力 最缺少的是一种积极健康快乐向上的一种状态 这个当时是93年我面临了一个最棘手的事情 所以说我也非常清楚要把这个团队尽快的引上一个积极健康快乐向上 然后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向结合 然后能够把国家的荣誉与毛球运动的荣誉 集体的荣誉都能够作为是一种至上的一种精神状态 所以当时是把这一点上作为一个让队伍重新回到一个新的起点上的一个开始 所以说您选择的是先调整队员的干劲和作风 而不是先从技术作为切入点 对 因为经济体育来讲 有的时候管理有的时候不比技术训练弱 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管理会让你整个人的潜能 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训练场 转化到训练场下去 这一点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直松散的队伍 不可能有战斗力 也不可能有好的精神状态 这非常重要 要到了那奥运会的时候 葛飞顾俊拿到了中国羽毛球的第一块金牌 那么当时是不是就已经决定了把女双作为一个突破口 对 1993年年底 我来正式带队以后 就跟我们的教练团队们开始商量 我们从哪开始招手 中国羽毛球的突破点是谁 做了一些我们自己内部分析 也做了一些国际上我们对手那些主要国家的分析 认为女双将会是一个突破口 我们女单现在也已经拿了四块奥运会的金牌了 从新宜雅典到北京再到伦敦 那么现在是不是继女双之后 女单已经成为第二个我们的优势项目 如果在整个羽毛球队综合的评价的话 应该说女单是继女双之后的第二个优势项目 但是这个优势项目不像女双那么强大 因为女双实际上从1996年养大门大开始 到现在这17年没有输过 在重要纽线当中都没输过 这一点来讲你就充分的显示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优势项目 女单是不女双之后又一个相对来讲有一点优势 但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的项目 你像龚志超和张宁还有李雪瑞这三个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从您这来考虑的话 虽然有点关公占群穷的意思 但是您觉得他们三个谁的实力更强一点 我觉得不能这么比喻 你要是说他们三个谁的实力更强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不同的打法 而且当时也都是不同的角色 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单运动员 龚志超的时候是一个已经是具备了一定水平 而且是在这之前 在奥运会之前 在悉尼之前已经也是成绩意志表现比较稳定的 张宁是因为他是一个老运动员的代表 他本来是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之前就准备退役的 但是因为事业的需要 因为他对事业的追着 又坚持了两届 到35岁了还拿了冠军 证明了一个老运动员的价值 或者再次证明说 年龄不是主要的障碍 不是你夺取成绩的障碍 李雪瑞是因为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他扮演了完全是一个黑马 可能是在最后一刻才获得了资格 但是他完成了一个人生的超越 在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停舍而出获得冠军了 我觉得他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但是中国羽毛球整个的历史和发展史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不可 却少的弄走了一笔 如果要提到近代的中国羽毛球的话 我想有两个人 我们是一定绕不过去的 一个是您 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弟子林丹 这是在整个的羽毛球界 包括全国体育迷运里面 羽毛球这个项目 可能是澳少尼最强的一个队员 林丹算不算是您的最得意的弟子 应该算 我认为应该是最得意的 他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好的特质 是您所看中的 我觉得两点 我现在也在向中国羽毛球对象 要全体要向林丹学习的 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训练当中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训练 他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 第二个就是比赛当中 他所表现出来了拼搏精神 这两点 我觉得是中国羽毛球队全体运动员 教练都要学习的保养 对 而且林丹给我的一个非常自豪的感觉就是 当中国羽毛球队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 他从来没丢过人 就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我 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对味道骄傲 所以教练都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弟子 林丹在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 一度是状态下滑的很厉害 甚至社会上有一些传言说林丹要退役 但是他经过调整之后 这次全运会市井散状态又好了 您是不是认为这已经确立了 他可以强势回归继续到巴西奥运会 只要林丹想打 他的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都会伴随着他继续成功的 只要他本人想打 但当他要求回归的时候 我也跟他谈了 当时其实他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约定 什么时候开始回复训练 但我看到的是他在即便是没有参赛的时候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训练 所以这一点上是他最后一回到赛场的时候 人们又看到了一个完全是一个 还是一个过去看到的林丹的时候 跟他前面休假期间的训练保证有关系 所以他回来以后 集中如愿的再次蝉联的市井散冠军 如愿的又拿了全运会冠军 我也特别高兴 在伦敦案会是包揽了全部的五枚金牌 这是不是您一生中最巅峰的一个时刻 我想应该是我20年做总教练 给我的最大的回报 最大的肯定就是在伦敦 我们遇到无数个困难的时候 最终全体教练运动员还能够一气呵成 能够齐心协力 然后最终能够完成这么一个伟大的比赛 获得五枚金牌 也就是说08年在北京的时候 在我们自己的主场 我们在基尼获得了赞美 时隔四年之后能完成这个理想 这个目标 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可能是我一生当中可能永远都为自骄傲的一件事情 您在准备巴西的奥运会的时候 您认为这五项当中哪几项是最有把握的 而哪几项需要多加努力 我觉得对于中国羽毛球的来讲没有什么太有把握的 因为羽毛球项目现在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当全球都在重视这项运动发展的时候 那一定是对手越来越多 这一点是我们是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的 其实历届的奥运会来讲 我们都是如履薄冰 都是靠拼搏夺夺来的 没有一个比赛是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 包括伦敦的奥运会 只看五块金牌 你会觉得说所有的人会觉得说优势太明显了 一个都没丢 但是你反过头来再看整个夺冠立场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拿两块金牌也正常 非常正常 我们没有绝对优势 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首先我们要认清要定位 要把自己的位置定准 所以说你在巴西的奥运会上 你将会怎么样去努力 因为你不可能说因为伦敦奥运会拿了五块金牌 那毫无疑问巴西就是五块金牌 那就变成最后可能 你就是累死了也达不到 你死在菜场还也拿不着 所以首先要定位 然后就是你要努力 然后要科学训练 科学管理跟刻苦训练 紧密的结合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主要的对手做得充分的分析 对羽毛球运动项目发展的规律 能把握的更准确 然后因人而异的制定训练的战术和培养体系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巴西走 一个一个比赛往巴西延伸 你才能在巴西可能取得好的成绩 您是一个其实个性非常张扬的这么一个人 有的时候做事情也比较高调 但是这种张扬和高调有的时候必然会引来一些非议 那么在面对这些非议的时候 您是怎么样来处理 我是觉得无论是大家有人说我霸气也好 说我张扬也好 说我高调也好 其实我原先有段时间比较在乎大家这样的语言 我慢慢慢慢的去消化和沉淀之后 我不太在意人们对我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肯定我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在做一个真实的我 我是这样的性格 我是这样一种职业在竞技场上 我是这么一个工作的角色 所谓一个队伍的总教练 我认为我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 那么是不是您的这种真性情 讲真话性子比较值的这种性格 也渗透到您所有的队员里面 或者说我们整个羽毛球队的文化 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对羽毛球队的文化 核心文化就是亮剑精神 需要亮剑的时候毫不犹豫 这个是我觉得不管男队员女队员 这是我们的核心文化 我看到您平时除了工作之外 其实兴趣爱好也挺广泛的 喜欢唱歌 然后前一阵还演了一个电影 对吧 比先二 我想您这种非常多的业余生活 是不是也是您这个工作巨大压力的一种排挤 也不是 其实现在的经济体育不能再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 那种管理模式来管理现在的队员 可能更多的时候 你是用自己的行为 然后去转化到队员身上 让他自己启发到东西 那个更积极更健康 效果更好 我正在努力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唱歌 我觉得我喜欢唱歌 然后我就每一年都会在羽毛就去做春晚 我让每一个队员和教练都登上舞台去表演 你可以选择唱歌 你可以选择跳舞 你可以演小品 你等等等等都可以 通过这个看得出我们的队员们 有很多很多的才华 运动场之外的才华 生活当中他们都很优秀 他们的父母亲也会开心 觉得我们除了在赛场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孩子 在比赛之外 还看到生活当中的自己的孩子 是积极健康的 还是才华横溢的 我们都会用这样的形式 您一直以来的目标是 您要培养100个世界冠军 我们点了一下到现在为止 您培养了75个 还剩25个 这25个您打算用多长时间来完成它 我争取在我退休之前能够完成 因为9年的时间 每年有三个世界冠军 新的世界冠军产生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这个队伍当中 还有很多老的冠军 他不退役 比如像林丹这样 林丹不退役 林丹就占了一个名额 每次重要的比赛 他可能又拿冠军 他一拿冠军 新的就拿不着 但是我不能因为是100个目标 而放弃我们那些优秀的运动员 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去做 既不能够丢掉我的老运动员 对他们更多的关心爱护 同时又要把培养体系做好 自己匀可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